欢迎大家来到油麻地新闻简报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大佬B 正式开始之前邀请大家like这条片 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当然不要忘记按钟仔 share给朋友啦 like和follow我们的instagram 和facebook社交网站平台 还有我们娱乐油麻地的facebook群组 我们一有新的资料和消息 就会在社交网站发布啦 今天的主题是政府强烈谴责 林希胜 陈少卓 罔顾私生利益 正生书院在7月7日就正式停办 正生书院这个名字 我相信一般的香港人就不会陌生 除了提供正规的课程给濫药的青少年之外 亦都是利用福音方式去解读 在香港扎根已经非常多年 但近年正生书院的经营模式和营运手法 就被外界质疑 今次不如我们看看新闻报道 讲一下正生书院为什么要停办 正生书院7月7日停运 正生会指警方冻结银行户口 无法支付员工薪金 今次的内容是讲到 基督教正生会在大嶼山芝麻湾开办的 戒毒学校正生书院 据了解 学校昨晚即是2024年6月6日 决定在7月7日停运 正生会董事会行政总裁李国基向教联员表示 在过去五个月面临重大挑战 警方冻结了我们的银行帐户 尽了最大努力仍未能开通这些帐户 所以无法继续支付每位员工的薪金 因此董事会决定在7月7日起 暂停学校运作 所有教师同日起停止工作 和当家会方也会尽快结清所有资薪和遣散费 正生会在今年1月卷入了华尔捐款诈骗案 4名董事涉嫌串谋诈骗被捕 另外有3名已经是来港的董事被通缉 包括校长陈兆卓 正生会创办人林希胜 他们涉嫌来用4500多万捐款 导致正生书院缺乏资金 在照顾师生的基本需要下 就要面临停运 现在图片看到的就是正生书院校长陈兆卓 目前他已经是移居英国 和致力帮助香港人移居英国 他亦在Facebook有一个专业 专业有很多followers 都有2万多followers 但在今年1月份已经停止更新 我们继续读一下新闻 正生书院校长和正生会创办人潜逃爱国 涉及挪用供款4500万元 警方今年2024年1月18日 指控基督教正生会董事 挪用为正生书院筹得的4500多万元捐款 拘捕了4个人 通缺3个人 包括正生书院校长陈兆卓 正生会创办人林希胜 令正生会和旗下正生书院运作成迷 保安局和正生书院及中心代表职日会面 书院和中心保持运作 学生学习和生活亦如常 当局会确保正生书院可以继续提供服务 一切工作以学生的福祉为衣归 而今次要去到面临学校停办 最主要的关键点就是正生书院的户口被冻结 正生会董事行政总裁李国基向正生书院员工发出停办通知 指出过去的5个月里面临重大挑战 首先是警方冻结了我们的银行户口 尽管我们尽了最大努力 仍未能重新开通这些账户 大大限制了我们的资金和资源 无法继续支付每位员工的薪金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就要求员工继续留任是不切实际的 欠员工薪金会累积到难以处理的程度 李国基表示 董事会故此固定暂停学校的运作 自到7月7日起就生下了 所有男女教师将会在当日起停止工作和当间 所以学校停办和没有足够的男同工当间 会方会尽快揭清所有的薪资和遣散费 我们在这个图表里面 亦都见到新闻公布了 正新会和正新书院所获得的捐款 收入和盈余 可以见得 其实这个捐款和盈余是非常之多的 照道理 他们应该是有足够的资金流去营运的 究竟这些钱去了哪里呢 我们看到历史在1995年当时正新会在禁读高峰会里面提出香港需要 设立一个专门给青少年的戒毒学校 但当时的政府其实是没有接纳到正新会的意见 于是正新会就在1998年正式创立了正新书院 为青年人 戒毒者 以及出现了行为偏差的人 例如是援交 盗舌等等 提供一些读书机会 本身是他创立的宗旨来说 是一个非常之正面 而且是服务到香港人的一所学校 这所学府 究竟怎样慢慢走向了现在这一步呢 在维基百科里面 其实也都简单地记载了他们的一些争议性 就是关于公帑的使用 其实正新书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 上片 或者网上的短片 他的位置 其实就比较偏远 在大嶼山 和他的设备 其实是简陋的 善食也都这里说到 不是很好 不过学费 就要去到 一万多元 但是很多学生 就其实给不到 这么高价的学费 所以正新书院 他的营运 就要透过 社会福利署 和综合社会 保障援助计划 收取公帑作为学费 不过 因为正新书院的收入 是全部会落入正新会 所以就有很多负面消息和新闻 发生了出来 因此后来就将 那个帐目 分开处理 正新书院 和正新书院 正新会 就还正新会 第二点 就是 廉政公署 都会去调查 那个帐目 在2009年 8月21日 ICAC就介入了 正新会的行政总裁 兼正新书院的校监 林希胜 和校长 陈兆卓的住所 学校 和办事署 等地点 就检走了大批文件 但是就没人被捕 在2010年3月 廉政公署经过调查之后 发现机构 没有个人的贪污 和舞弊的疑点 就正式终止了调查 虽然就发现 没有疑点 亦都终止了调查 但是当然就引来社会 很多关注 和疑虑 最后这一点 亦都是比较关键 和负面 就是香港境外的 一些牟利投资 除了色情场所 和投资的争议之外 亦都有其他 香港境外的 牟利投资 根据一周刊的报导 正新在日本 开办了一个 叫做正新会 珠色会社 是属牟利的公司 这家公司 亦都会做一些股票的买卖 物业买卖 金融业务的投资 医药製造 书籍发行等等的商业事务 登记地址 就在红灯区 和在中国大陆 亦都有投资安务院 和外资学校 但是 监管不善 正新会里面 很多董事和正新书院的校监 都被捕 有很多 亦都被通缉 内部大地震 我们看看 2024年3月 就是今年年初的 新闻 保安局禁读署表示 基督教正新会的董事 月前涉及刑事案件 数位正被通缉的董事 包括创办人 林欺胜 和正新书院的校长 陈兆卓 仍然在逃 正新书院一直依赖 正新会 撥款运作 在逃的 林欺胜 和政府 及正新书院 多次要求之下 仍然是没有 调撥正新会 银行账户 资金 给正新书院 令书院根本不可迎运 照顾师生日常需要 为免 师生和 应付公开考试的同学 受到影响 和牵连 政府在年初 已经撥出超过100万 应急援助金 重使 香港政府 有应急援助 举动 令到正新书院 学生 和老师 可以度过这一关 但他们的创办人 和校长 仍然在逃 并没有为这件事负上责任 发言人继续说 近日 林欺胜仍然以不同的借口 阻碍 调撥银行 帐户资金 给正新书院 维持正常运作 更黄论 重组董事会 彻底解决正新书院 资金调撥的问题 发言人说 强烈谴责 这些被捕人士的 丑恶 和自私行为 呼吁他们 不要将自己的私心 置于正新书院 私生 福祉之上 也不要糟蹋 捐款与正新书院 市民的一片善心 以满足个人私利 最后发言人 呼吁他们 及早回港 面对法律 回头事案 如果第一次看我们节目的朋友 我们也简单 讲一讲 88牌 是什么 因为香港 有很多 慈善组织 由于 方针 都是做慈善 为主 所以 如果还要交税 就会影响 他们的 营运 因此 就有88牌 可以给一些 慈善机构 申请 申请了之后 他们就有一个 税务地位 令到他们的税务 可以减低 更加多的 营运资金 就可以做在慈善上 但是 因为是这样的缘故 就有很多 不法之徒 hold着 88牌 申请了之后 为他们的 牟利团体 好像有一个 挡箭牌 其实都会有很多漏洞 和结果 我们一起来 看一看 香港社会 很多人都以 落线 好施 见清 我们看到 数字 看到原来 免税 慈善捐款 在18年间 竟然 飙升了 3倍 那么多 来到 2019年 已经达到 127亿 港元 创历史新高 捉见香港市民 一说到捐钱 其实是非常有 善心 为善不甘后人 因为原来 香港在这个慈善机构的监管 就不是很紧 它的规管的职责 是散布了有18个 政策局 和部门 去做 那么多个部门 其实他们也都说 很难 天天去协调 变了 慈善机构的监管 就有欠周全 以至香港不时 都出现 有一些慈善机构 管理不善 行为不当的报道 例如他们的收益 究竟有多少percent 真的放在慈善 其实也没有一个监管 当中这里有一个例子 都很特别 有一些得到慈善88牌的人 他们以政府 免租或者优惠租金 批出的土地 竟然不是做慈善 是做酒店牟利 这些丑闻 当然会削弱了 很多香港市民 对这些慈善机构的信心 我们再来看看 慈善机构有什么不当的行为 2017年发布的报告 原来审计署表示 至少留意到6个慈善机构 曾经不当的使用款 其中一个机构 甚至在三年内向董事支付高达 1300万元的酬金 至少有11幅批给慈善机构的土地 被用作经营酒店牟利 而其中一个慈善机构 更是三年来 赚取了合共7000万港元利润 这里有很多不同的例子 也有提到街头筹款 这些也是现时的法例 比较难监管 即使有些丑闻发生了 亦都可能要看看 这个机构 究竟是知不知名 得不得到社会上 一些回响的关注 才可以令到 他真的可以 打击到 最后亦都希望 在正生书远 正式结束之前 老师就可以得到款项 和遣散费用 圆满的解决 他们的薪金问题 此外学生 7月7号 应该正式开始放暑假 毕业的 顺利投身社会 未毕业的 亦都可以找到学校 继续涵接他们的正规课程 而在我们继续的 读新闻 新闻简报 和直播 都会在不同的形式 去看看 88牌 现时香港的情况 例如我们会透过 不同的事件 去探讨这个问题 早前 我亦都透过一些 类似WhatsApp的查询 所谓的放射 了解到88牌 现在申请 其实很困难 在政府 都要有很多的 审核 才可以 批出这个牌照 其实他们的监管 明显就已经有提升 和改善 但你有张良计 人亦都有过长梯 现在亦都有88牌 直接 现成转让的生意 比如说 有一些 公司 或者有一些 机构 他们的 营运者 已经是年老 又或者机构 已经是停办 如果是一个老字号的88牌 如果是一个老字号的88牌 是可以索取天价 所以这一个 亦都值得市民去关注 日后我们见到 有很多的 街头捐款 又或者有些慈善团体向你 招手 想你捐款的时候 大家亦都要 刷亮你的眼睛 小心留意 今天讲到这里 最后希望大家 like了我们这条片 share 和subscribe 我们的channel 当然 不要忘记 可以follow 我们的社交平台 包括IG 和Facebook 我们下集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